問題與解答 所有的程式 一個是他都有可能有BUG 另外一個是你很可能 讓到某一個環節你走不出來 在這裡個人建議你 有時候你不需要 在一個議題上打轉很久很久找不出答案 你可以上網問一下別人的做法 甚至你可以到網路上人家的討論區去看一下說 別人做法跟解法 或許你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將來會遇到 還是說你以前就遇過這個問題 Squatch它一樣有所謂的討論區 一般人都可以瀏覽 進來之後是選擇語言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英文 尤其過小的小朋友 英文能力不是很好的話 就建議你選擇中文 中文就看到很多人在上面問問題 你可以問說奇怪這些人怎麼上去問問題的 這跟上個單元講過的一樣 你必須先有身份 因為你要對你的發言負責 你就可以進行發言動作 當你登錄了之後 你就有可以新增一個主題 我有什麼問題 主題目標題打在這裡 比方說 我打 某一個 動作 不 會 請協助 在網路上問問題 口氣上 應該要更謙卑一點 人家並不是非得一定要協助你 而是 網路上還蠻多熱心的人 他願意把他知道的 或者是他剛好可以解答你的問題 提供你協助 你會多一個解決問題的管道 然後你把資料打在這裡 如果有圖可以插入圖片 有時候文字敘述 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你可以把圖片卡下來 用插入圖片的方式 上傳給人家看 讓人家更快速的可以幫你解答 直接送出就ok了 這就是網路上問問題的方式 注意網路的禮節 我們盡量網路的倫理跟語節要注意 減少謾罵一些攻擊的字眼 在中文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不送出 看到別人的說明 你看有人還要想找到一點事的版本 結果他說不行 然後人家告訴他怎麼做 有很多很多人家在Long Squish的時候 他們遇到問題 你可以上來看看 人家遇到了哪些問題 也順便了解一下 Squish的發展方向 或者大家常見的問題 這個是問題與解答 當然在學校你可以找老師 找同學回答 那網路上或許也有另外一個解答方式 可以提供你參考 多看多聽多做 這是不二法門 這是不二法門